我其实不太喜欢讲 有六七年没有接受过采访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 说挺多的话不如去做 而且我也觉得 说话一点都不酷 当什么呀 因为在别人眼里 你就是个明星嘛 对吗 你还能说什么 你要么就是公益明星 你要么就是一个歌星 总之你是个星 人家没打算想了解你什么 我其实 因为我特别羡慕做音乐的人 因为我觉得就当 好像语言无法表达 或者说不太善于表达的地方的时候 音乐一下就把那些很朦胧的东西 不可言说的东西就 一下就释放出来的感觉 做音乐的人 从某一个角度讲是挺笨的人 怎么说 笨呢 就是当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时候 那就把文字 把言说 变成多少没法说到谁 就挺好的 我觉得其实那天现场我还 很触动那天 我也一样 因为三年前 第一场就是武汉 没去掉 用另外的方式 还是站在了武汉 所以那天 那么您所看到的这场 是我三年之后 非常感慨 重新站在那吧 那一年 三十下午四点 手机响了 电话来了 是我们公益团队的一个医生 打通以后 他非常局促地说了 出事了 我吓一跳 我以为是 我们团队有什么人出了事 或者是我们这个医生的 这个医院 什么事 他说 新冠来了 我说那我可以做点什么吗 他说我打电话就想问你 咱们仓库有物资吗 我说咱们仓库有大量的物资 需要什么你说 他就说一些药品 然后一些防护服 航空团队是初一凌晨 抵达到武汉 为什么说那天在这个武汉 你说你感到震撼 谁不感到震撼 这我要是当时没扛住 这人没了 你想让人实名举报你 不是 你知道我三天 那多少人等着药呢 等着防护服呢 我不能给人送啊 我得平 我就没明白 不是他们干这缺德事干嘛呀 我这我真想不通 我到今儿我都想不通 人家说是为了蹭您流量 我说蹭流量干嘛 蹭流量是为了什么 加大他的这个知名度 他要知名度干嘛 说人家好卖东西 我那带货就完了呗 不得黑我 说我自己就弄了一个多亿 我像哪儿都一个多亿去 哎哟 干嘛呀 要是我以前早级了 我惯着吗 我真的是个怂人吗 什么我真的 我一句子扭都没有 人说什么 好嘞照办 您实名举报 我来迎战 在节目里从来没有正式 说过这件事情 节目里啊 我从来没有 那些演唱会 因为是在武汉 我才第一次说 今儿是我第二次说这个事情 在节目里 正儿八经的 网上这位网友 先生太不应该了 他差点就把一个好人给葬送了 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忙呢 现在人谁敢 谁敢管啊 你怎么着呢 您就猜人家了呀 也就我了 扛到现在 我们之所以敢叫航空基金会用 航空的名字 就是因为我要让大家监督 它是个双刃剑吧 死就死 死的不是别人 就是航空 你敢出去耍 人家都可以 你不行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 我也孤独 不能出去 哎呀真是 那样的就是 可能所有人都想不到 要过这么一个理性谨慎的生活 很累 是啊 因为我又是个艺术行业的人 那个有些冲动啊 你敢 太正常了嘛 太自然 特别正常 但是我不行 特别累 好多年都已经 不出去玩了 因为我去玩了 也不知道说什么 生活中我是个特别闷的人 比朴树强不了多少 做这个公益 它其实是被 一番被很多人监督 一番被很多人需要 那么多人 而且你去不同的地方 眼睛看到那些不同人对你的需要 这种巨大的被需要的感觉 说实话这是一种自满 不客气地说 这也是一种虚荣 我看到那些可怜的人 我爱他们真的 就这样 你问过自己吗 就是你 你是那么多爱 你要给那么多人的爱 这哪来的呀 是天生的吗 是一种什么东西 来这么多爱 这个因为不是一个人问过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天生还是占一部分 当然我从小这个失去这个父爱和母爱 也是一部分 我从小就是我奶奶待大的 她在北京胡同里卖冰棍 推车什么的 我奶奶她是有精神内核的人 她非常的有骨气 非常刚 我觉得她是一个 这辈子让我特别敬佩的人 我从成都到了北京嘛 还是那段历史不想讲 因为觉得特别讨好的那种 让别人军人 都可怜什么的 我一点都不可怜 对 我的命运就该如此 但是有件事 我为什么要再说一遍 我必须说它是因为 我有今天能成今天这个样子 能做公益 绕不开它 对 它是一个起源 就是我到北京来 然后那个 我那时候还住在前门大街 长下三角22号 我奶奶带我在大日大买东西 然后过来要饭老头 我奶奶拉着我老头过来 就要饭嘛 就求求你给点饭 我看那老头 我奶奶拉着我 我们就往前走了 走两步我奶奶说 说这个大红 你兜里是有两毛钱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这前两天五分五分的 你也没花攒着 我约本的你得有两毛钱 我说 然后我奶奶说 刚那要饭那老爷爷 为什么不给人家 我当时愣了 反正就自己斗争了两秒钟 我就把我奶奶手撒开 回头追那爷爷 追完了以后 我把那钱拿出来 我说爷爷 这钱我刚才就应该给您 然后我怕一鞠躬 对不起您了 掉头往回跑 我看见我奶奶 就这一个镜头 我含红做公益到今天 就为这一大幕哥 二十年了 我做公益 爱谁谁 谁说 好 不好 把你说成英雄 把你说成三孙子 把你说成骗子 攻击你 诋毁你 那一刻 我一言不发 我不是个怂人 我就这个 我只因为这个 当我想发火的时候 我就闭上眼睛想 那不远处 那个老太太 我什么都没说 我是条汉子 把我问导演 怎么想的 陈天他们呢 十年前 您救过一个小男孩 然后呢 他现在自己好 因为当时我在央视 小男孩 他在央视门口 他爸抱着他 就一直流鼻血 也没有人管 后来我们就给他拍了那个照片 发到微博上 发到微博上 那小男孩当时是三岁多 然后十年过去了 他就因为您当时给他捐款 然后还找了医院 现在长得特别高 特别大就很好 就跟您说一下那个事情 他叫什么意思 叫王健新 他是哪儿的 河北的 他为什么会让我帮了他 当时是因为在微博上 就是发了他的照片嘛 就是说一个正在流血的小男孩 然后呢 您当时给他捐款了 那应该不是我们基金会 是我个人的 是个人的 因为那个时候 基金会应该还没有成立 是11年 11年 应该那就是个人的 在那男孩现在 跟我儿子一般大 应该是15岁 都动人的故事 小小的交集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凯 真得表扬你 一看是自己人 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多 刚才那个最高音的时候 小凯就给我把那个 里边那电音给我卡 找出来了 听见了 听见了 我一听 我一听 你在怀疑我的唱功吗 因为你们这些技术人员 可以通过手段 让歌手减轻他的负担 甚至唱不上去的 也能唱上去 但是作为歌手本人来说 非常的不应该 因为你吃的是这碗饭 你被称之为职业歌手 你不可以唱不下来 你如果唱不下来 就不要开演唱会了 就在家待着就好了 对吧 你卖那么多票 卖住你 人家买的是想听你真唱 所以刚才那个地方 我再来一下 我再来一下 刚才那个地方 我嗷一早就上去了 我进晚了 实际上他们有一个缓冲 然后我刚才没缓冲 直接干上去了 你就对了 宝刀不老 我给你带一个东西 这不怕是收你的笔机 最初是你的吗 这个 这样你看 这怎么回事在这 但是这 天哪 这不是我的字吧 不知道 我在我们在孔福斯网上 找到的一个 别人说是你的笔记 是你的笔记吗 我要好好看一下 不着急 慢慢看 天哪 他当成孟哥这个电话 可是对的 信息是对的是吧 是 这为什么会是我的呢 这是丢失的对不对 这电话应该是对的 是不是 这电话应该是对的 是不是 这电话真是对的 这是我的 关于恒歌谋 看来是我的 还有你的评语 给你的 啊 往后翻吧 这好像是 是我的 是你的吗 这是你的呀 我们也不至可否 好家伙 I guess 第86 绝学历史 这个是我已经那个 入中国音乐学院了 这绝对是86年的 对 你看这本是85年的本 哦 对 这是我上学87年 上课的笔记 为什么会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散落到这个 人间了是吧 对 天哪 还行 卖两千块钱 你问他还有什么 我帮你的找找 咱都买了 好 帮你找找 我的天哪 我真的全忘了呀 你看你看看 我的天 你看但是最初选音乐的开始嘛 哦 乐历 就都能忘了你知道吗 都忘了 那时候对人生未来是什么 想象吗 就想着当兵 唱歌 我当时音乐学院想唱歌 是变成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歌手呢 有一个 那是我的一个 偶像吗 偶像啊 对啊 必须要帮你啊 他的歌我都会唱 走血演出 就是在一块儿 然后我就老在旁边听他唱 咱们听首他的歌吧 让我们听首《思念》嘛 好多年能听吗 就是老歌《思念》 对啊 我很多年被听了 你点的歌真的太老了 配这本 配这本 这句特别有名 对吗 时髦的 你去也无消息 十八四年级 要在我心头 那时候你走去 你唱什么歌啊 就也是这些 也是这些 对 这歌你肯定没听过 爱的死去活来 你听过吗 这也是我演出唱过的歌 这歌名特别那个年代 爱的死去活来 这是谁写的 不认识 小五胎 人世间 多少爱 古今中外 岂多欢乐 悲哀 十八二 嗯 嗯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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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爱得细时赶摘 要爱得统统坏坏 与去过来 你看靠谱吗那歌 这词曲得好可爱 你看靠谱靠谱 给他发个事 你这就含着死他了 我现在再做一采访 人家问我原来听谁的歌 偶像是谁啊 妈咪啊 你都会唱什么歌 要爱得明明白白 太逗了 我们真的是 从年轻就是好哥们 现在跟我做公益好几年了 以前说我现在归我管 对 徐荣卿得到巨大的满足 是吧 巨大满足啊 这本呢真是 怎么还 现在看来还是有人 捡到过我的东西 但那时候也是一个 不断地遇到各种挫败的 那个年纪吗 对 因为参加大奖赛 从来都没没进过决赛 很多小孩都这么多挫败 他就放弃了 你好像还能有劲往前 我确实从未想过我不唱歌了 甚至是有老师劝你干点别的 因为你看你那个小胖子 形象又不好 个儿矮 长得也不好 所以你们会刷掉我 那我就努力 让你们听到我的声音 顾及不上看我的面容 就会被这歌声吸引 到那个时候 我相信我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做到了 对 但是唱歌也有不好的 就是 人家都知道你唱得好 谁也不去关心那歌是谁写的 其实那些都是我写的 包括好多人都不相信 梁洪的作曲是我 四十五一票房 怎么也得有我点贡献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我写的 开始有写歌的冲动是 写歌 写歌那太简单了吧 上学就写歌了 《雪鱼光芒》这第一张专辑 都是在1987年的时候 在中国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写的 写歌好像始终对我来说 没有特别难 五年前我开始对肖斯塔科威奇 产生巨大的兴趣 从小没怎么接触过古典音乐 我们家穷也埋不起钢琴 为什么是从肖斯塔科威奇开始 什么契机呢 因为我觉得我和他有相似之处 我特别我大学时候读过一本 肖斯塔科威奇的回忆录 哇 太动人了 我也看过 那自传吧 对 特别好看 然后他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之下 哇 太有意思了 所以我说你不觉得像我吗 所以这不是回到刚才了吗 对 我说我一直在装锋脉上 但是在古典音乐领域里面 还是不敢造次的 古典音乐太深奥了 就我现在这个 算是雏鸟一只 热爱古典 那就写呗 敢写 有人写 我很喜欢你做那个程务的 太好了 我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旅程 我觉得很喜欢 四重奏 如果你要听过 我那四个乐章的东西 你应该有所感悟 你听程务那才是最好的 放一下 好 音乐 脑子里会有什么画面吗 当然 是什么样的方法 我在指挥我的乐观 是 就是刚才完全 突然变成另一种 另一个人了 我是 这张出完了以后 马上出一张 古典钢琴的套曲 黑胶 是陈萨大师弹的 都录完了 三首了 还唱两首 我可以给你放一放 就是我 自我感觉越写越成熟了 琴旁的朗读声 我跟你们交往 我跟我的肯定 吴笔 我试图 这俩 大船 鱼 我 在胸 而是 好 我会在车里听歌 他的感觉又私密又开放 特别是坐在一个音效好的车里 它的效果更为纯净通透 音乐能帮我带来一些新的情绪 这些情绪又可能帮助你与嘉宾的内心产生联结 这是好的音乐与好的音响带来的独特感受 你们这下可以多一点吗 这下可以唱一首 到底我们从15 不着急 我想后面再提一点数 不着急 大的 好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了吧 我们可以试录一下 咱试一下 好的 抬一遍是吧 对对 咱们这次先从头到尾抬一遍吧 好吧 好 可以 安静三秒开始 吃 好 好 好 谢谢